晚一天戒菸 晚一個小時戒菸 多抽一根菸 給身體就多造成一分的傷害 想要戒就馬上開始 在抽菸都是長久的一個習慣 那一下子要戒掉是不太容易 我自己的心得就給自己 留一個緩和的空間 往往需要想要抽菸的時候 就給自己講說 那明天再抽吧 今天就稍微忍一忍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那我自己常跟你講說 如果這個方法還沒有奏效 那我可能就要尋求專業的協助 我想像雙管齊下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跟我大概是不同黨派的 他說因為戒菸的關係 變成心神不靈 非常的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才講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自己一定要找出一個 能夠安撫自己心理的方法 不要強壓 有強壓的反彈更大 那如果自己能夠 沒有辦法紓解的很好 那找專業的醫療人員 我覺得幾何可以找專業醫療人員 我們有內科 耳鼻歐科醫師 這些都是有戒菸的門診在 那其實我還是要提供另外一個 可以考慮的 那心理直傷師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畢竟當然心理 生理當然有很大的壓力 但心理也有很大的影響在 我意思是說 一定要戒 早日要戒 因為我剛才講過 就是肺阻塞就是必然的一個結果 晚一天 阻塞的程度就越厲害 所以早一點用各種方法 不管是從生理面 心理面 各種方法 讓自己能夠早日的戒菸 對自己對家人都最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